现在大概每天通行会抓30到40分钟左右 对但其实还算稳定嘛 那因为基本上就是捷运嘛 就是一条主要干线过来这样子 背着公事包从板桥一路通行到台北市区上班 每日车程来回就要花将近两个小时 但用时间换来更大居住空间 仍决定从北市搬到新北市 当我有计划性的我想要来买房子的时候 那这个时候就会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我到底还要不要再住在台北 如果以我的预算来说的话 当时在可能我在台北市我要看的物件 大概基本上七字头七字头起跳 然后我当时在板桥看的物件 大概就可以在五字头 对所以他基本上这一来一回 大概就是20万的落差嘛 一平20万 台北市都会去的高房价 成为不少年轻人出走的推力 住不起只能开始往外扩散 白天在北市上班 劳动人口往市区集中 到了晚上则是回到新北市 桃园甚至基隆新竹都有 党部驻拓北朝 截至2021年12月底 台北市人口数年减3% 减少幅度居全台之冠 反观新竹县 2021年人口年增加0.84% 其中竹科哨应发挥极大作用 那北市的一个房价的一个涨幅来说的话 三年的涨幅大概两成多左右 反观像是新竹县市来说的话 因为园区效应的发酵 那带动了非常多的一些高所得的一个就业者入住 那当然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 虽然这个房价也不断的往上攀升 但是在居住的一个环境相对比较好 台北市的人口数是呈现雪崩式的下降 可以看到2018年移出的人口数是14000人 2019年是23000人 到了2020年是突破了42000人 2021年更是翻倍的成长达到了78000人 预估到今年的年终 台北市的总人口数将会跌破250万人 少子化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出身大幅降低 加上不婚不生族群变多 衍生的问题恐怕连带影响劳动力 人口结构改变 老化的状况也将是一大隐忧 因为他可能流失的主要是男性 以台北市来讲 30岁以前男生远多于女生 30岁以后女生就开始多于男生 30到34岁的这个年龄层里面 女性就比男性多了大概五六千人 如果他想要工作会移出 他可能想要成家立业也可能会移出 因为买不起房子 针对人口不断减少 北市府2021年祭出生育奖励金 涉及请领时间缩短 另外第三胎从两万元增加到两万五千元 预计今年三月第二胎以及第三胎 都在加码补贴五千元 以及配合增加公托公佑 盼能提升生育率 但台湾2020年的死亡人数 已经超过出生人数 部分靠着移民人口来支撑 台北市长柯文哲就喊出 要放宽移民人数 来解决台湾总人口下降问题 但真的能对症下药吗 在所谓的移民政策上面 那是真正是台湾 就是你用移民 只是说想要补足 所谓的劳动人口的减少 不需要急兵乱投 也不需要用一些 滑重取宠的口号 台北市的人口的问题 它不是量的问题 它是非常明显的是一个值的问题 当你一味的在数字上面 在这种纠缠的话 那只是会让整个城市的人口问题 会更加严重 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它是倍增的趋势 那它是一个不正常的 发展的状况 那而且我认为 你现在台北市的观察 你看到的是台湾的缩影 专家分析 要增加国际人才移入台湾 移民政策固然重要 但台北市作为首都 要如何让人口平衡发展 不该只是单一提升硬体设备 要有全盘的规划 别让首善之都 沦为口号 TVB新闻华正森 刘军台北采访不到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